现如今在市面上很多人就会说 旅转学这个方式最主要的一个优点就是省钱 过签率还不错 那么这每一个环节中间到底有没有坑呢 视频师可以帮我们来说一下 好的那首先要说的就是 其实要走这条路的机遇成本还是挺高的 你刚才也说了 如果一家人过去 那就意味着在国内这种收入就要占一放一段落了 你们一家在加拿大的时候 他的旅游钱在加拿大 做陪读家长也好 做吃餐空也好 就面临着一份或者两份以上的收入都缺损 因为没有的 学签没有工签是不可以在加拿大经理合法的工作的 这点非常的重要 第二点呢就是学习时间的问题 作为陪读的家长 如果你想通过学签的形式移民到加拿大 你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门槛 语言班 语言班 因为语言不达标的话 你就不可以读学术性课程 那语言班的一个基本的要求你的音语门槛是什么呢 一般是雅思A的6到6.5分 这个门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 如果你要是幻想的到加拿大经理读语言班 可以加速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份幻想不切实际 因为与其到加拿大那边去读语言班 还真的不如咱们的国内读语效果 是的 所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语言能力和你的语言的学习能力 是第一个关卡 如果说你没有十足的把握的话 这个问题你先考虑考虑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对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花费方面的问题了 那花费如果我们到加拿大那边去读书 虽然加拿大对于海外学生的费用标准 真的是要比美国澳洲西西兰甚至英国要低不少的 但它是也是有成本的 比如说让孩子在那边读一年的学费 差不多是一万五到两万加币左右 只会人民币小十万人民币 对不对 如果你作为一个大人再去读一个考虑 就过什么样的课程的话 也是差不多这么一样的一个费用 再加上租房衣食住行 一年轻轻松松十多万小二十万人民币就花出去 而且这中间还有一个时间成本 没错 时间成本相当的重要 是的 比如说你在国内明明可以挣钱 你这段时间就不挣钱了 空上息了 对 你反一挣二十多万三十多万人民币 就轻轻松松就花出去 而且这仅仅是其中一年 我们还要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们通过这二十万三十万左右的花费 到最后能够换回一个结果 那当然我觉得来是不错 那也知道 那要是没换到呢 要没换到呢 而且在当下的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换不到的概率 要远高于2020、2021了 反正目前来说得打一个问号 对 第三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意识到一点 就其中的一个时间 以及不可预计的成本上 目前加拿大对留学生的明明政策的确是好 但是我们谁都没有把握说 这个项目可以一直往下延续 一年、两年、还是三年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像澳洲和新西兰目前的明明政策 对留学生的明明政策并不好 但是我们往前回推个三五年 澳洲和新西兰对留学生都不错 那加拿大现在好 我们谁也保不习 等你作为一个陪伏家长 真正拿到学前 读一个书两三年出来以后 至少两年吧 至少两年的时间 那时候一定就是好不好的 不好说 是蛮好说 对 我承认这是有赌的一个成本 基本上总结一下 如果说你想通过女转学的方式 拿到加拿大的一个身份的话 首先第一点就是你的一个学习能力 第二点的话就是你家庭的一个经济能力 第三点你需要保证你的一个心理的一个预期值 心理的预期非常的重要 在我这里资讯的人非常的多 有30多岁的 有20多岁的 也有40多岁 50多岁的 我跟他们说的同样的话 就是说 这个事情你有没有真真真真真考虑好 因为不论是我们作为专业的法庭代理机构 来给你作案 可以成倍的提高你的过签率 还是你自己DIY去做申请 我们所面临的都是一个未知的一个答案 在我这边来帮你们做学习策划和方案设计的话 我可以成倍的帮你提高 但是我绝对不敢跟你说任何保证 说你这个过签率 一定能达到一个70% 80% 或者能不能超过50% 因为我们面临的都是无知的一个 就是没法预计结果的一个过程 是的 女转学它里面存在于有很多的变量 而这些变量都处于申请人自己的一个身上 比如说学习能力 比如说家庭资产 这些东西如果你自己心里没底的话 那么走女转学这条道路 谁也没有办法帮你打自己的包票的 所以说你如果在网上看到很多说女转学的一个成功率高 你这时候就可以思考一下 这个东西放在你身上 它的成功率是高吗 这个东西人家说项目成功率高 OK可以这样去理解 但是如果你走这个项目 你的成功率会高吗 对 你刚才讲的这一点 我还要讲额外的提出 就现在的很多个人也好 机构也好 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拿一些小概率事件 来代表大众的普遍的通过率 这种方式是我一直非常反对的 拿偶尔几个过签的案例 来标榜这个项目就好像说 这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说法 从过去一年 以我们的申请人的案例来看 我们最大的学签通过的年龄是51岁 其次还有4846的 但是在我这边 我从来不把所谓的旅转学项目 或者大龄申请学签的这种移民通道 作为主要的移民方式 介绍给哪个人 因为它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 只有在你心里有了这份预期值 比如说我这个学签不过 我接受它的结果 大不了不移民加拿大了 或者移民到欧洲或者别的国家 你接受这种可能 我完全是可以同意你这种申请方案的 但是如果你年龄已经超过30岁 35岁 英语不太好 还想把所有的这个身家 所有的时间 所有的精力 或者是很大一个期望值 放在这样一个项目身上 来制作加拿大移民的应用准备的话 那我真的要全退你 因为你所面临的这个结果 你真的没有这个接受它的勇气